国内可以注册ChatGPT 老同学联系我要一个海外的电话号码 过去两个月ChatGPT全球爆火 过去同桑三年 西方的人工智能一日前 这个ChatGPT目前基本上已经可以取代 全部的重复性的工作和一部分创造性的工作 谷歌年薪18万美刀的三级程序员 完全可以被ChatGPT取代了 其实从ChatGPT诞生到现在 我们的教育和西方的教育 实际上差距是在不断的拉大 而不是在所想 西方的教育是人性化的 从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莫 提出以人为本以来 西方的教育就是依据人性提升个人的能力 而我们的教育是选拔人才 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考试 用分数来选拔 这样选拔的成本是最低的 导致的问题就是孩子们像机器一样 千篇一律 缺乏创造性 那么人工智能时代 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培养我们的孩子呢 您能做的 要么改变孩子的教育环境 如果不能改变 家长一定要在孩子18岁之前 回归人性教育 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爱好 就是孩子的视野的宽度和深度 一个人现在行走的疆域 就是他未来世界的范围 至于学习专业知识 上大学以后完全来得及 我们教育最大的问题 就是太早的把孩子 限制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 孩子很小就盘算着 他读过什么专业 上个什么大学 找个什么工作 挣了钱去还房贷 人工智能这么发展下去的话 比如这个Chat GPT 如果算法继续升级 一个AI可以抵上14亿的劳动力 但是AI唯一不能超越人类的 就是创造 是摆在我们家长面前 最迫切的问题 关注我 关注低龄的人性教育